今天这件事都不知道是喜还是悲 有一位女士在新泽西州那边 一名72岁的女子 她在大西洋城一间赌场 我想问大西洋城 我缺乏你的知识 是否就是拉斯维加斯那头 大西洋城应该是 應該是,在那間賭場玩老虎機 即是蔡大哥最喜歡的那一隻 是老虎機專家 蔡大哥的媽媽也很喜歡玩 是女賭神 他在那裡輸了幾百美金 港幣我當他三,幾百美金 是呀,幾百美金,我當他最低限度是三百美金 很容易的,拉一下拉一下 好像那些大姐一樣,坐到歪了 是呀,是呀 下午或者下午了一整天 但我這樣想,如果港幣二千多美金 我不會玩得很久 其實很容易,放一張紙,放一張紙 但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玩法 因為我知道有些是不同價錢又不同 我不知道,以我所知就是 有錯請更正,先戴個頭盔 就是,譬如不同的機器是不同的最低消費 沒錯 如果那些是三百五十元美金 我不知道我還沒去過美國那些 我當你會不會是五毫子拉一次 那是多少次,700次 如果我跟蔡大哥那麼久 不多不少,學了少許的老虎機運作 其實他是這樣的 他應該說,看你入多少 入多少就多買幾條線雙通 是的,可能一條線 這個機會率當然是困難 但如果你多入幾個 他就會有Cross Over 相信他就會買了很多Cross Over 但當然,你說他二三千元 如果在賭場來說 輸二三千元是基本盤 說得比較難聽 我上次500元可以玩很久 現在有來有回 沒錯,回回頭 澳門 澳門那些比較貴 現在倒桌也貴 我看見那個牌也不敢走過去 最低消費二三千元 很貴 那這個又怎樣 這位72歲的女士 他就在大西洋城 拉斯維加斯那邊 玩了 輸了幾百元美金 當他二三千元港幣 他跟上帝說 我喜歡他這句 是啊 是啊 我看上去說 我真的超喜歡他 跟上帝說 保佑他中一千美元大獎之後 可能會不玩 這樣 這個我真的給他一個讚 雖然這樣 求慎派發來不是很適合 但是沒有話要說 我每次求慎中樂彩都沒有 是啊 希望讓我再中一遍 或者讓我再中一遍 不用多了 異獎也好 買馬可不可以 改變一下人生 不知道啊 通哥在行一點 沒有啦 我也是跟他們的 好,於是 接著結果 給他 嘩 真的很幸運 拉倒中了128萬美元 大約990多萬港幣 上千萬 這個當然是大數目 但是賭場竟然這樣說 他說 喂,技術性有些問題 不好意思 我們不會發掌金給你的 我知道你從遠處來 幫助我們 我給你大約三千元港幣 當車費 再見 輸打贏要 是啊 是不是人都瘋了 小偉人 你看你瞪到現在已經瞪了 喂,不是我 你會怎樣做 喂,但是 很搞笑 但是 別人給你,你就要要嗎 是啊 賴死不走 我真的賴死不走 而且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已經接受了別人給你的 你走開了 你又沒有理由抽後別人 對 對 沒錯 因為他已經中了獎 八萬富翁彈了出來 對 還有彩金 當然 老虎也不走 因為大銀幕顯示他是中大獎 還有這麼多人做正愛旁邊 對 對 跟他吶喊左威歡呼 沒錯 而且他又質疑 你賭場是不是有點狡猾 為什麼我說 有些滾軸出現問題 無法使用的故障 有些人告訴我 究竟是不是你不捨得給那筆數 很明顯 對 對 很明顯 我以前小時候看電影也是 對 你搖飾中那些 你買中了別人的 下面馬上有個按鈕 真的嗎 這是戲 但是戲的人會想到 他看戲而已 我覺得不是 我剛才說電影 但我經常覺得 電影的東西 沒理由那人撞出來 我不知道 但他有巴套電視有性 他怎會操控不到 應該不會 澳門那些應該不會 澳門就不會 但其他國家我就不知道 他現在被人賴皮說沒有 別的我真的不知道 於是他現在就打算 找律師準備向賭場 和老虎機那間設計公司 提出這個恐慌 要求賠償他的價值 精神上的損失 對 和精神上的損失 總共256萬美元 2414 即是來個雙倍 對 他說雙倍 賠回雙倍 真的人都瘋了 當你去到功夫的時候 哇 搞定 然後不是你 對 但問題有一點 我覺得 如果你當日沒有拿到 別人的 當作是提出金 我覺得就好像 你氣壯 他現在有沒有拿到 那個提出金 他豈不是已經走了 事後才找到 應該有拿到 如果拿到就差一點 如果我打算 我不接受你 我抽後來 那我就連那個我都不會拿 那我就會說 我找了所有人證物證 什麼都好 總之我拿了2000萬 就去 沒錯 但你拿了別人的 叫做安撫你 那件事 你走了 雖然你這裏沒有說 但他應該是事後再翻他 對 因為他說 他指願給了大約3000元港幣 他的料事 對 並且趕他離開賭場 對 於是這名女子痛失獎金之後 對 女士表示非常焦慮 而且極需要這一筆錢 於是委託律師 向賭場和老虎機設計公司 提高 對 如果字面分析 雖然他沒有寫清楚 相信他拿了2000至3000元當車費 然後就走了 事後才來追到 我覺得有點難 如果你已經接受了別人提供你的 除非你一直都說 不用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我現在打電話給律師 我覺得是另一件事 我經常都想跟馬會說 我很需要那筆錢 每個人都這樣說 但當下你又很難 他可以做些什麼 譬如如果你真的去賭場 拘捕老虎機中了 第一個步驟 多數都是有個人會走過來 跟你確認一下 告訴你那個野故障 不是 如果他真的中了獎 他不跟你說壞機 真的中了獎 你也要有個人進來 但我有什麼憑據 之後 我又有電視 說了電視是他們公司 所以 我有什麼憑據 那個老虎機會不會出單 說你中了 多少錢 你只可以人證 我覺得 有什麼事 Niky也說得對 我想遇到這個情形 第一件事拿手機出來 我也覺得是 整個過程式 什麼都好 喂中學長 現在很開心 在等著 他們來找資料 他說這裏有藍色的煙噴出來 是 毒煙 好像那些鴿蠻 其實那個藍色的煙是否就是告訴你機械故障 不是 他是慶祝的藍光煙霧 好像放煙花那樣 I love you baby 是啊 我太興奮了 那一刻很興奮 但如果人生跌到谷底 你這樣搞法 對六合彩 你中了 但發現原來是上一期的號碼 但就很失望 他這裏 其實我不知道他怎樣告 因為南美國就很流行告 對 對 然後那些律師就走來生意 我幫你告賭場 跟香港就不可以這樣做 對香港就不可以 所以為什麼他的錢可以開到一倍這麼多 又包括那些什麼付出金 精神上 他都很明白 但是你的證據在哪裏 就是你有沒有電話拍下 或者你那時候有沒有提供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嘗試檢討 以後我們有機會去外地 或者美國 拉老虎機 那些車鏡在頭裡 全程拍下 那你怎樣 其實你只可以後續做一些 保護自己 或者令人不要賴皮的事情 很多年前我跟朋友去澳門 賭場我親眼看到一個 他也是中了獎 他那些什麼 在賭桌上玩的 類似 我不會說 類似華視匹 沒有人派牌 他的牌 贏了一個銅花信 類似SoulHang的玩法 我不知道他怎樣跟莊鬥 即是真派牌這樣派 對 真派牌這樣派 要還是不要 打牌 加倍性 變成一條銅花信 好了 他的表裡有寫的 假設你種了一批 有多少錢 三條有多少錢 三條有多少錢 銅花多少錢 銅花多少錢 銅顏色多少錢 銅花筍有多少錢 然後負負責派牌 那些俗稱班長 賭場裡 他會走開 叫經理 於是怎樣 他不是馬上給錢 他真的封了那個位置 好像賭神 膠蓋蓋住 對 他真的蓋住牌 然後用一個欄杆 整張賭桌圍住 沒有人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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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就找高級的來 將全部的牌 拿出來對一次 好像驗屍一樣 對 為什麼呢 如果那些已經用了的牌 又有這個 燕傾女精神 我明白 有第五隻 沒錯 為什麼同樣 當然他可能每一副 有幾副牌 他自己知道 總之 對回數目 是不是真的 那幾隻 剛剛在外面 就算他裏面有相同的牌 可能他有四五副牌 有可能有四五個組合 演傾女精神 總之他要對照清一清 確保所有數目沒有少 而外面贏的數目 是跟他相等的